我们来吃敏华冰室 在忙着工作呢 今天想吃这个 谢谢 这个好像叫什么 默默喳喳是啥 就这个东西 看着很像什么 红豆芋头之类的 那好像红豆冰 像鸡蛋 好吃 想念很久 每一间吃完了 我觉得吃那个汤有点咸 然后现在嗓子更哑了 今天早上出来比较急 就没有化眼妆 就化了一个眉毛涂了个口号 现在感觉这个人有点瘦碎 那我想去这家电逛 urban revival 试了一件粉色毛衣 怎么样呢 现实生活中看颜色其实要比这个深一些 这个蓝色好温柔啊 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绣花刺绣 每次都是吃衣服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 生日后回家 好 啊 掉了 再短一点 这样 不行 你那个都是在那个绳上面的 好累呀 我还有小一半的工程 还有几个球呀 123456个球球 终于可以把它们全部挂完了 我就说我这些球买多了吧 打工到城 哎呀我回来买的东西呢 墙上 好 好 我在这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后在幼儿都买了什么 我还是买了试的第一个这个粉色的小毛衣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它最近应该是在年中促销 就有些衣服已经是在 我发现这个毛衣是坏的 怎么办 脱鲜了 一条裤子 我本来很纠结要不要买那个蓝色碎花小毛衣 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 还是现实一点 这裤子我打算明天就穿 到时候可以拍给大家看 上身真的聚修腿型 忘了跟大家update我的健康情况 我今天整体的感觉 感冒比昨天好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我的声音还是很沙哑 可能跟我喜欢吃辣椒 有脱不了的干系 然后昨天晚上我第一次吃了这个日本的感冒神药 是我妈之前去日本帮我买回来的 真的觉得药效很给力 我吃完了我今天一整天好像都没有怎么再流鼻涕 然后我头痛的症状也有缓解 我今天跟同事们推荐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药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成分 在某些国家是禁用的 所以建议我也不要多吃 你们有人了解这个药吗 可以打在弹幕上 再次提醒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做好保暖 平时多喝热水 热水 长通风 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最近这个疫情的势头好像有点反扑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话说到因为太多了 嗓子更哑了 今天的vlog就录到这里了 嗯 好了我要去喝水了 拜拜